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选择》,我是主持人白杨 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 临身时见路,海蓝时见惊,梦想时见你 就这样把美好的爱情娓娓道来,却又饱含了深情 或许遇见了对的人就会像这句话一样 不会每天说爱你,但是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够证明他足够爱你 希望我们都能够遇见心目当中那个完美的另一半 带着美好的期待,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号女嘉宾,有请 有请一号女士 欢迎您 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 一号女嘉宾王雨华,44岁,内蒙古人 理议,母婴护理培训师 这位女士很文雅,很有气质,个子很高 好,那我们一号女士有怎样的故事,怎样的人生呢 一起进入台的《原来是你的环节》,请看 生活所迫,变身女超人 坚强的女儿,奋不顾身的错爱 哇,现在是女超人吗 怎么说自己是女超人呢 因为我有一个12岁的女儿,跟我生活 离婚以后呢,就是因为没有生活来源 我就带着孩子自己开了一个小餐厅 在哪开了一个小餐厅啊 在甘肃 在甘肃,带着女儿自己开餐厅 对,对,对 那能忙得过来吗 就是因为忙不过来 当时就是这个服务员也不是特别好过 有一天没一天的 完了我就是自己兼职这个收爷 自己兼职后厨 自己又兼职这个洗碗的 完了要带着孩子 孩子当时小,两岁多 这饭店多大规模呀 七八张桌子吧 那其实也挺费劲的 你一个人就忙前忙后 对,就是想收入高一点 完了想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那遇到过什么困难呢 服务员不好过 再加上孩子没人管 当时爸妈也不是特别理解 完了就是一个人带着孩子 那个时候真的挺难的 那你是把孩子才两岁多放在餐厅吗 没有,就是离婚的时候 孩子是一岁多一点 后来这个餐厅开起来的话 孩子都已经入托了 幼儿园在那个餐厅附近 我每天呢就是接送孩子 完了再加上就是经营这个餐厅 那确实忙不过来啊 嗯 那段日子回想起来都 很累 很累啊 早出晚归 嗯 这种人是最懂生活的人 最理解人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吃过很多苦 尝过人间的胸铃口了 赚到钱了吗 其实说心里话 是赚了是赚了一点点 但是后来因为孩子 也是出了点意外 完了这个钱 就是给孩子治疗用了 孩子怎么了 14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当时孩子都已经4岁多了嘛 放寒假了 完了孩子没人带嘛 就我自己 就想着说是再进行几天 完了就把这个店关了 就陪孩子好好的过春节 我就把孩子单独锁在家里了 4岁小孩一个人在家里 锁在家里 孩子就从楼上摔下来 啊 几楼啊 7楼 从7楼摔到1楼吗 嗯 你有把孩子单独 他小时候给他自己 锁在家里的时候吗 没有 从来没有是吗 对 就怕有那种外衣 你在身材 warz 绝 你 你